啊,行,行 我在阿嘎,是个温度 好,谢谢 早上好 我们今天聊聊天 在这个 Wapara Isso这个地方 我们昨天下午来的 然后一直 这几天一直收到很多很多的 Message朋友啊 亲朋亲友啦,还有网友 关于那个 南极那个船 发生意外的 每个人都很担心是我们 Touchward 不是我们的啦 是别一辆船是真的有发生这个事情 我们的还好 大家不要担心啦 再一次和大家谢谢 Uncle和Auntie 安然无恙 南无阿弥陀佛 再加一些阿婆讲的 恭喜发财 我们两个人觉得很庆幸 真的 很谢谢大家的留言 在那边问,一些又不好意思问 Auntie明白,她说 你是Viking 那个船的名字 Auntie知道她是在关心 但是又不好意思问 真的很有心啊 你们,还有一些人Message给Auntie 还有WhatsApp WeChat 一大堆啦 Auntie知道后来想想一下 不可以啦,我还是要做这个视频 跟大家报平安 要谢谢大家 真的是谢天谢地啊 出门五百百 提供五百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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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uncle的姑姑来的 今天就是这样子跟你们讲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Wapara Isso 是很漂亮的 我们住这一个民宿呢 只是美金五十多块 两天就一百一十五块 一百一十七块 然后给你看 它的风景 很漂亮的外面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f you don't mind to get in 很漂亮的 然后天气是很冷的 大概是多少度啊 20度这样 20度这样啊 早上是冷一点 下午就比较整 然后这个旅程 我们也玩完了那个 阿根廷 现在是在芝利 芝利还有多两天 我们就会起程去秘鲁了 巴西呢还是很模糊 还是在担心着 然后听到太多太多 很危险的事情 对 所以是有一点担心 本来我们是想cancel 不要去巴西 因为我们两个人啊 真的去玩耍 年纪太大了 很想回家 然后我就想说 跟叔叔说 不然就巴西 我们不要去 可是问题是提早的话 我们要cancel 机票 又要增加 酒店是可以cancel 但是巴西的酒店 是很便宜的 所以想想一下 哎算了啦 cancel又要加钱什么 就当作可能巴西 我们不跑就住在酒店 叔叔就在酒店做工剪片 本来这个视频开了 是要跟大家聊 关于这个船 发生意外的事情 不过我们这两个船还算好 因为它是今年4月下航的 新船 我们这一团的全部很有经验 他们都是 他请很多是老经验的工作人员 我们从旁边就要上岸的时候 他们都会很小心跟着 都有请探选队先上岸 看能不能上岸 然后他们都要把那个戏写地 铲干净 或者是上岸的时候 如果是说有海狮啊 海狗啊 在海边啊 我们都不可以上岸 有时候没有地方 如果那一天浪很大 他也不给我们上 就有两次我们没有得上岸 因为浪太大了 就算浪不是很大 我们有上岸 有一个地方我们去 浪是算蛮大的 如果那个地方不去 就是很不值得了 但是因为戒兵戒得很厚 他也会有一个工作人员 他有医生 captain 在一个一艘汽艇上 比我们的还大 但是那个汽艇 我看到后来 我发觉到很奇怪 他那个汽艇很大 原来是不可以载人 他是跟着我们的后面 一房有亿万的时候 或者是万亿的时候 他的船上面有captain 有探险队 有一个探险队 一个captain 一个船夫 还有一个医生 所以有什么意外的时候 他可以即刻急救我们 所以我们很满意了 这一艘船 还有什么要讲吗 没有 只是要跟大家报告平安 不要担心 还好 但是我跟uncle这样旅行 有一点小不舒服什么都有的 现在我们到这个城市 Waparaiso 这个城市还安全 它是旅游区 这全部很多游客 对 所以近处 我们拿相机什么都 比较放心 比较放心 而且他们的人很热情 有些地方信号会很弱 那上不到可能会迟 对 所以有一些人很明白 我们在南极的时候 阿姨还是讲错话 你说我们会放一些之前的影片 uncle已经在吉隆坡的时候 已经升线上去了 just in case 没有网络很弱的时候 就可以拿那些来 顶几张信 顶几张信 不过现在没有骗了 没有骗 顶当了 如果uncle这几天一直旅行 Travel 没有时间剪戒 或者是没有线 一干扰到他 做不到 可能就会没有骗 所以uncle已经很疲倦了 所以我们是 我是跟他 我的提议是送回去下去 不讲了 这个是我们的事情 就是这样 不然阿姨可以跟你们一起聊天 对 然后再来这一个地方 南美洲 真的你们能够学多少 西班牙语是最好 真的很多 是不会讲英文的 完全 但是of course 他们都是用那个手机的翻译 阿姨很懒惰 阿姨直接就body language 就可以了 他们明白了 有时候阿姨看她一点点 阿姨也是明白了 好了 就是这样 这个是昨天那个餐厅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那个厨师老板娘很好 请我们吃的 但是我们吃太饱了 她说不要紧 她帮我们打包 真的很热情 没有看到我走开一下她就来吃 我们两个人去这边看风景嘛 她就跑过来吃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拿那个水来喷她 走掉了 好了 好了 就是这样了 今天就在这个Wapara Iso 这个山城走走逛逛 这个景点是特别多人来 因为它很漂亮 全部的屋子都依山而建 然后因为它是比较这样讲 就大家把那个屋子游到五檐六色 来 我们来看看就好了 然后它的路啊 全部弯弯 没有弯弯齐齐 全部是很陡峭的哦 很陡很斜的哦 很斜光 然后有一些很狭窄 这个地方可以拍照 然后这个是最漂亮的哦 这个很可爱的 这个地方也是 然后我这一个地方 Auntie住的就在上面而已留去 然后这边就是给你上楼梯 然后滑下来 起来你的脚 准备 准备 去抢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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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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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